兄弟们姐妹们 我算是搞明白了 你们就喜欢简单的嘛 那好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六种简单的拌面 好我们先做第一种哈 开胃的酸辣拌面 蒜蓉给一小勺 葱花 可以给它辣椒油 没有辣椒油来 我们就给一勺辣椒粉 这么来个半勺 我们烧上油 这个油的话要烧到五成热以上 冒烟了基本上就五成热了 如果这么大烟就七成热 把它焦热 焦熟 好我们来一小勺的盐 白糖一定要加白糖 因为酸辣味的话 一定要加点白糖 半勺的香油 接着生抽来两勺 盛醋 这个酸度来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香醋来 就可以再多一点点 盛醋来比较酸 我们来一勺半就够了 葱花我们再撒一点 好水开我们下入面条 干面条或者是这种水面条 鲜面条都可以 一般煮面条的话就点个两次水 它两个作用 一也是冷冷收缩 第二的它面更有嚼劲一些 熟得更快 这也是煮面条 煮超熟 或者是水饺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面熟面熟 非常容易从眼光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你看这个面的中心 它有没有白点 或者说你这样插一下 中心是没有这个白点的面就熟了 拌面前来我们来一小勺猪油 在这个料汁里面上更好吃一些 把水分稍微滴干一些 好快速就让它搅拌均匀 第二道浓郁的麻酱拌面 涮溶 给点葱花 芝麻呢 来小半勺 锅里还是倒上油 油烧到五成之后 之后我们直接浇到碗里 给一小勺的盐 生抽来个两勺 蚝油来一勺 芝麻酱来个两勺 芝麻酱是我提前已经用了香油 给它吸食过了 最后我们再来一小勺猪油 更加的好吃 比较的滑 这青菜其实有很多 有小堂菜啊 菠菜啊 生菜都行 我这用的是豌豆颠 我们撒点葱花在里面 就开始搅 它麻酱味道 它一搅它就很容易 这个酱就出来了 第三道给大家做一个 飘香蚝油拌面 主要的面先放入碗里 我们先来两勺的蚝油 一勺拌的生抽 老干猫来两勺 葱花来一点 蒜蓉来一点 花生碎再来一点 好 油烧到五层热 之后我们快速淋入碗中 再撒上榨菜 再来一点葱花 快速搅拌均匀 第四道呢 我们做一个经典的葱油拌面 这个葱油拌面呢 我今天用的是三种葱 一种是大葱 还有一个香葱 还有一个是干葱 这干葱呢 因为放在那基本上就发芽了 但是这个一样可以用 我们不要把它剪下来 主要上面的部分啊 腌的部位给它去掉啊 只要下面这部位 要挑掉 然后这个多余的地方 我们用这个刀给它削掉 这就可以用了 这个葱油呢非常简单啊 锅里先倒上油啊 这个油呢其实不限啊 你加入大豆油 或者说玉米油 菜籽油都可以 这个油烧到三层之后 我们可以先下入这个大葱 还有这个香葱的头 肉比较厚 叶子稍微晚一会儿 这个时候就开到小火 看那个大葱我有点发黄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下入切碎的小洋葱 三种葱的话它这个葱香味啊 附和味更浓一些 如果你没有 或者是只有一种葱 那也不是不行 有点微微焦黄之后 你准备打起来了 不要炸的太黑 太黑的话这个油它就浮掉了 不要把它炸浮 这时候呢我们再下入这个葱叶啊 香葱的叶 这个葱油呢 你可以用个瓶子把它装起来 晾冷之后呢 把这个葱炸再倒进去 泡在里面 这个油会更加的香 好 碗里放一小勺盐 一小勺的白糖 两勺的生抽 好 又来个一勺 接着我们刚好自己炼的这个葱油 来个两勺 炒点葱花 有时间呢你就炒个糖色拌进去 没时间呢就这样做就好了 好 煮熟的面直接放到碗里 你要把水沥干 不要带太多的水 炸好的葱 这个葱油面就好吃了 兄弟们 姐妹们 老人天天吃素的呢 接下来做一个香菇猪肉酱拌面 好 这个锅烧热之后呢 用浇点油给它制个锅 润一下 下入这个肉末 好 这个肉吐油之后呢 我们稍微给点点姜米 其实就是去腥的作用 沿着锅边来点黄酒 给点老抽 这个上点颜色 放入我们提前废药水的香菇粒 香菇加肉的话它会更加的鲜 因为香菇本身就含一种咬干酸 这个我们下入甜面酱 提前用这个来点料酒 稀释点甜面酱 甜面酱不要炒得太久 因为它比较的容易浮掉 说过前我们给点生抽就好了 好了 这香菇猪肉酱就炒好了 我们调点底味 给一小勺的盐 一勺半的生抽 给它普通的黄豆酱油 撒点葱花 香菇猪肉酱 葱末 最后一个来给大家做一个 番茄牛肉酱拌面 锅烧空气 稍一会儿把它锅烧热 再来用锅 再开始炒牛肉和番茄 提前做好的牛肉末 微微炒干之后来 我们就要下入洋葱碎 来点蒜米 沿着锅边来点黄酒 或者花雕酒都可以 接着我们下入个番茄粒 接着我们加入一小碗的番茄沙丝 白胡椒粉 来两勺生抽 一小勺的蚝油 给点盐 好 装起来 好 我们调个底味 一小勺的盐 一小勺的糖 生抽来一勺 半勺的芝麻油 搅匀一下 把这个盐 接着放入面条 番茄牛肉酱 4块钱10分钟搞定 好 撒点葱花 好了 这六种半面就做好了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主要考虑到大家有时候下班以后回到家 其实你就非常非常的累 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工艺 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10块钱10分钟你就能完成 把比你熟慢一点嘛 15分钟20分钟你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空了就可以做起来 我是阿伟 请关注我你雕的妈偶像 以后准备怕 一 Ahh 一